大家注意看哦,把鸡腿放进电饭包里面 没想到出锅后就变成了大人小孩都想着吃的美食 鸡腿买回来之后啊,我们把它放到大盆里面 接着我们用100度的开水烫一下这个鸡皮 这样可以让鸡腿的口感吃起来更加的紧实,更有嚼劲 烫好鸡皮之后啊,把热水倒掉 然后加入一勺高度白酒 再挤上半个新鲜的柠檬汁 接着放一小勺红糖 三勺生抽,一勺老抽,一勺蚝油 再加上少许的姜丝去腥,把它们涂抹均匀 放进冰箱里面腌制30分钟,让鸡腿充分入味 接着呢,在电饭锅里面放上切好的姜片和蒜片 这个时候我们把腌好的鸡腿放进去 这剩下的腌料啊,都是精华哦 也要给它一起倒进来 然后盖上盖子,按煮饭键煮个35分钟 35分钟之后,我们把锅盖打开 哇,真的非常香 等到鸡腿稍微放凉之后啊 我们戴上手套,把它撕成小块 真的是鲜嫩多汁,连骨头都是香的 撕的时候一定要忍住口水哦 这样做的酱油手撕鸡,皮脆肉嫩,咸香又入味 吃起来特别的清爽,一点也不油腻